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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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追蹤港股通 A股收著時 和大家跟進一下A股的情況 A股物量對二主要指數低開之後 持續向下 創業板指數一度都跌超過1% 板塊方面見到 理智圓、氫能源、綠色電力板塊有追捧 雲遊戲、元宇宙、鴻門概念的股份就差少少 成交方面大概有1.1萬億人民幣 多於昨天 上證收市跌0.4% 收在3520點 深證成份指數跌1% 做近14579點 創業板就失手3400水平 跌幅1% 做近3383點 北水自身情況都跟進 現在是流出4億 至於成交方面有153億以外 胡廣通表現最好的股份有行頭網絡 升幅2.4以外 麥洛陽玻璃刀升近1 矮近1.5% 消息藥業升1.4% 加利物流升近6% 中鋁國際升4% 這一節和大家身邊嘉賓 有Rafy在這裡 Rafy 你好 和大家看看物流股 物流股都有些追捧 剛剛都說到 互廣通入面 升得最大的物流股 就是加利物流 股價都見了52周高位 消息都可以看看 物大股東 信封控股A股那邊 集資挨近200億 說要拓展一些物流業務的設備 接下來是否可以憧憬 利好加利物流這件事呢 當然今天股價就似是反映著這個因素 畢竟大股東有些這樣的集資 都說到是用在發展身上 大家都會覺得 對加利可能都有個業務上的幫助 但是始終這件事的炒作 暫時就真的留於炒作性巨導 我覺得如果以反 因為始終都是在下一步怎樣做 暫時只是剛剛集資 比較初步的方向 但怎樣做 或者是否真的利好加利 都未知 所以我想今天的夾升 其實就未必太過 覺得這刻還有一個很直撥去追下去 而且如果以反目次言 其實雖然整個快遞業其實不差 無論你拉上最近 中通剛剛最新業績 都是不差也好 但問題就是整個快遞業 其實競爭是挺大的 你特別見到幾間 其實連帶加利武企順風自己的單價來計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都是下跌 所以都發現得到 我想中長線都要看一看 就是競爭優勢有沒有再走過浮現 否則其實股值加利這些位置 不算太過便宜 開始慢慢去回合理或合理以上的水平 所以我想再追下去 就未必太過直撥 但是從走勢上看 始終今天都有少許破位 畢竟過去這兩季 其實都在20元邊附近 其實是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你這刻破到的時間 我覺得如果能夠繼續站在20元邊樓上 有機會再試高些少 但正如剛才提到 本身股值不是特別低 以及RSI方面其實都挺超賣 所以都要小心一點 就是可能高位都有些整股回肚的可能性 所以有貨就保持住 但是沒有貨這些位置 就未必太要再追著先 物流行業除了加利物流 今天有得升之外 其實中東快递都有 見到中東快递上季的順利跌半成 賺到超過11億人民幣 收入方面都升一成以外 見到今日股價在業績出後 都立即有反應 中東快递和加利物流相比 哪會好些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論走勢 一定加利好些 因為中東雖然單日今天升得多 但是甚至如你所說 業績算是不差 但是剛才自己都提到的 就是當中從小數 從你量化每張單的收入比計 其實都在下跌 以及中東都只是叫在一個低位 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其實都沒有一個明顯破壞 都是一個比較上落的區間為主 所以如果以2057來說 我覺得這些位置不是太直播 因為特別是今天高位 其實都跟過去幾次 即是這季兩季的高位差不多 2545元左右都有些阻力 所以這些位置跌下去 其實只有10萬8元 就不是那麼吸引 反而下面一旦調整的話 可能去到2003邊 其實是有機會的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先上入場 就未必太建議 剛才提到 純粹看走勢上說 似乎都是加利比較漂亮一點 因為起碼剛才提到一點 就是它都是破壞異常 總統快递今天都升到7%以外 加利物流最新升幅 約6% 少許時間不如問一下 因為見到總統快递 近期說到一些包裹 外面可能有些病菌 可能都怕著有疫情的情況 聊聊下時間都夠時間了 總統快递最新升幅7%以外 升17元 做245元 這一節也感謝Rafi和大家的分析 節目時間夠了 多謝收看 一直交易現場 挺好港股 今早大概280點 一開始已經失手20天線 最多跌超過400點 低位見過25222點 下週維持300多點的跌幅 目前稍稍跌多了 跌371點 落到25278點 科技股內房股繼續比較弱 總成交935億多 看看科技股指數 這下跌幅還有3%過外 都是跌幅逐步擴展的情況 下降至6462點 下降至6462點 下降至211點 下降至6462點 下降至211點 國指走的ETF跌幅 跌幅有1.7% 至於盈富基金下降至3.6% 看看第6至10位 至於比亞迪股份 逆市抽升1% 目前升幅是第三大藍籌 僅次於創科實業和新洲國際 小米跌幅下降至6462點 小米跌幅下降至5.9% 活躍榜下降至3% 去到21元 曾經失手過21元 下降至20.9元 有幫保險偏遠跌回5毫子 行頭網絡 雖然恆大、騰訊 陸續都是沽貨 但之前累積跌幅比較深 今天反彈到接近2剩半 去到2.11元 升到4.2元 港交所升到3.6元 看其他藍籌股的表現 見到匯方暫時沒什麼動動 至於有幫保險 跌回5毫子 中移動 泰映回升4.5元 港交所升3.4元 升6元 看看這些相關股份 中午公佈業績有石藥 頭9個月順利按年升幅2.3元 賺超過43億元人民幣 今天跌幅2%過外 至於騰聖博藥 2.137 見近2個月的高位 中金的估計 有機會 納入港股通的股份 今天秋星接近1成 另外中金的估計 就是101 順達生物 有機會染藍 當然101方面 都可以看一看 口頭補充跌幅1% 還有其他玻璃股 都要看看 什麼意思向上 海通證券 日前發表報告 就是品評諾洋玻璃A股 就優於大市的評級 就提到集團光復玻璃 規模快速增長 近來在產能擴張的動作上 明顯加快了步伐 盈利方面潛力相對大些 就看到洋洋玻璃 H5這邊升幅1成3個外 中國玻璃也有資金追捧 升幅8% 三間附屬公司 訂立了融資租任的安排 出售浮發玻璃生產線的一些設備 再租相關的資產 不過其他光復玻璃股 個別跟隨大市向下 信業玻璃和福萊特玻璃的跌幅 都超過了1% 至於物流股 今天個別都有炒作 總統快递根本作業績 上季順利跌半成 賺到超過11億元人民幣 收入升到1成1 公司相信行業競爭回歸理成 快递的價格 明年有望相對平穩 總統快递增幅7%外 見過在一個月以上的位置 253.86元 稍為回落到245.2元 至於原通速底 進漲接近4% 加利物流都醜上5% 去到逼近21元的水平 恆大系都要留意 因為恆大物業 恆大汽車五次之後都跌多了 恆大汽車跌幅超過6% 中國恆大全數出售持有的恆騰網絡股份 相當於恆騰股本的1成8 每股作價1.28元 恆大預計交易帶來85億元的虧損 但可能就這樣的情況 始終恆騰網絡之前累積跌幅大 今天會升上兩成半 去到兩句優異 至於其他的內房股 都要留意雅居樂 發行24億1千萬元的好換股債券 可以換成雅生活的H股 初步換股價27.48元 如果全數換股 雅居樂變相轉讓了雅生活6.2%股權 持股比例降低到大約5.3元 今天來說 雅居樂和口頭補充 都有跌幅2%過外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歡迎收看老市速遞 我是吳琦琦 先看看今天重點的地產消息 有張君浩新盤 再錄得買家撻訂 在錫角路的海恩莊園 有兩座中層C室 實用面積298平方尺的一房單位 原本以666萬成交 車價大約2萬2千3百元 不過根據成交記錄冊最新顯示 買家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之後 交易就沒有再有進展 買家撻訂離場損失大約33萬訂金 屬於海恩莊園開售以來 第二宗的撻訂個案 看二手市場 沙田第一城近日成交加快 沙田第一城在今個月 暫時已錄得17宗成交 較上個月同期6宗明顯增加 最新買賣是50座中層衣室 實用面積是284平方尺 兩房間間隔 上個月開價560萬元 移價後用548萬逆手 赤價大約1萬9千3百元 原業主早在1996年 已不用160萬買了單位 持貨25年獲利近390萬離場 單位升值2.4倍 今日身邊的嘉賓有李先生 和大家看看樓市的情況 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和大家看看樓市的情況 見到最新有統計說到 山頂和南區豪宅市場 第三季總成交金額超過120億 岸貴升到七成 都是去年同期的兩倍 有甚麼原因令表現好過之前 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在2019年2020年 其實香港都經歷了政治事件 亦是新冠疫情的關係 其實可有很多購買力 都是積壓了 但是近2021年 我們看到社會氣氛緩和了 疫情亦都舒緩了 這些積壓的扣壓力 看到逐步逐步釋放出來 所以看到一些成交 都產生了很多富豪出來 這些新的富豪 其實對於一個超豪宅局的需求 是有在 所以都看到成交量增加了 原因是這樣 看看成交過億的成交 第三季有多達25宗 岸貴多到兩成 是甚麼原因呢 見到業主的心態方面 有甚麼明顯變化 見到減價幅度擴大了 我們看到近幾貴的業主 其實看到價仍在上升 反而業主是強硬了 不過我們看到可能 這些新政府 對於很多新的一手豪宅物業 會鍾情一點 所以看到很多成交 其實比較多是一些 一手的全新豪宅的成交 所以看到量匯多了 再看看山頂的超級豪宅 馬尼克爾臣 最近就有高層的單位 用14萬的赤價去成交 再創了亞洲分層豪宅的新高 考慮現在經濟氣候一般 為甚麼都有一些豪客 選擇在高位入市 我們看到其實這些超級富豪 其實他們對資金的充裕 或者市場資金的流動性 是挺敏感的 你都在看近年資金氾濫 其實他們對於買一些優質的物業 去補值都很合理 所以看到價值是出張船高 說回馬尼克爾臣 其實是屬於全新的超豪宅項目 整個香港可以類比 有質素的項目其實不多 所以其實這個單位屬於高層 所以買家是以一個項目當中 最高的成交是完全很合理的 這一類成交 算不算是證明了現在我們香港 仍然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地產市場之一呢? 回看今年的數據 很明顯這個是證明了 香港仍然是全香港最受歡迎的豪宅地區 我們看看另一個豪宅區 九龍站流通量都有改善 過去一個星期幾乎每天都有成交 這一區的豪宅和買家的特點 和山頂那邊的南區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回看九龍站 其實最主要一個交通的關係 他們大部分是一些國內的客戶 或者我們叫做新香港人的聚居的地方 相比起山頂和南區 其實他們的面會比較闊 他們會有傳統的香港富豪 亦有國內富豪聚居 有些這樣的分別 看到附近的西港文化區 剛剛有國際性的藝術館開幕 你覺得對九龍站那邊的物業 有沒有什麼正面的作用? 相比起新的博物館開幕 我們看到可能有限度通關這個消息 其實可能對九龍站的影響更加大 我們再看看 幾年之前 看到多數都是內地客 一直都是香港豪宅的住戶買家 但疫情到現在一直都未開關 都未通關 影響其實有多大呢? 其實最主要影響 都會是一些我們叫做 未去到超豪宅 即是一般的豪宅 可能是五千至一億以內的市場 影響會大些 但如果對於超豪宅 一億以上的買家 那些富豪 因為它足面比較廣 其實它一定會有自己的方法 去購買這些物業 嗯 近年傳統的內地客 好像就轉了一些 拿本地身份證的新香港人買家 兩者的購買力有沒有什麼不同? 購買力就是 新香港人的購買力會更加強 因為第一就是 他們有香港身份證 可以比較低的稅制 另外就是 亦比較熟悉香港的市場 還有就是 可以持有香港戶口 這都是方便它購買香港的物業 嗯 如果明年通關之後 豪宅的市場會怎樣呢? 成交界是否真的會反彈? 我相信這一定是很正面的消息 特別是針對 如果是放五千萬至一千萬的成交 一定會大幅增加 好,今天謝謝黎珊的分析 謝謝 謝謝 隨著將軍澳跨灣大橋 將會在年底之前接通 加上康城站商場已經開幕 帶動附近的樓價十級而上 就算在環保大道的另一邊 即是石角路一帶 最近有新盤推出 首批尺價都逼近二萬一千元 打破康城區的紀錄 不過單位面積就低見一百八十幾尺 對於家庭客來說 同樣位於石角路的屋苑進營 由於大單位供應比較多 所以是更加理想的選擇 參觀屋苑的高層三房 實用接近七百四十尺 買家是夫婦 他們的第一個寶寶快出生 早前就決定小屋搬大屋 在兩個月前 以九百三十萬買入單位 尺價大約是一萬二千六百元 比2012年的一手售價五百多萬 大幅升值六成半 入屋有窄長的走廊位 佔了二十多尺面積 很難擺到傢俬 在實用度方面扣了點分 好在旁邊的鏡面燙門 後面就是一間儲物房 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雜物 都可以集中收納在這裡 也適合訂造鞋櫃 單位基本保留著入伙時候的裝修 上手業主長期租出去 租客又少煮食 形成廚房的保養身正 爐具、雪櫃和升盤等等 仍然用得 走進客廳 向住旁屋那邊 原裝已經做了深色的磨砂玻璃 中間就是連接睡房的走廊 靠著露台的一邊 就做了落地玻璃窗 嚴楼師在這裡發現有問題 露台門、玻璃門完全脫了軌 基本上那個門脫了軌外面 就完全拖不動 基本上是關不住的 甚至容易會有流水的情況出現 另外就是這個露台 也有一個圍欄 我亦用尺度過 這個圍欄的高度 符合法例要求M1 但留心… 本身來說 室內的地台高於露台 露台的地台大概是20厘米 所以如果我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高度不夠M1 如果小朋友在這個高度 烏出去其實也相當危險 雖然它有法律要求 但這個設計本身有潛入風險 單位遠望可以看到足球場 還有將軍澳南的海邊 近望就看到旁邊的新盤 但也有些距離 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遮擋 雖然向外望的景觀沒有問題 但在單位中 坐下看一看地板 問題就大了 以這個角落為例 差不多整個所有磚都是空心 甚至我們打開磚去觀察 發現磚底有很鬆散的沙 沒有辦法黏在地台上 導致裡面有空古現象出現 甚至如果你打開後 這些沙都鬆散得 一本上是完全不受力 壓下去整個磚容易開裂 甚至下坑 正常情況 這個地台上應該是石屎 而且也有足夠黏結磚 但你看到其實這麼鬆散 我懷疑當時的師傅 可能做的時候 就有偷工減妙之炎 現在來說 新收樓其實已經相當少見 拉大明就建議 如果買家預算足夠 最好還是重造全屋的地磚 如果想收看足本的規劃藍圖 請留意今晚九點 無線財經資訊台的日日有樓看 各位一節財經消息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表示 體內外國商界對香港防疫措施的不滿 但仍然認為香港仍然要以公共衛生為優先考慮 我完全明白很多外國的商會 還有一些外籍人士 因為我們的防疫政策 的確是影響到他們的營商 始終香港絕大部分的市民 對公共衛生更加緊張 我想我們今天香港都沒有這樣的資格 是完全開放給海外人回來的 因為我們還有這麼多 在80歲以上的老人家 接種率還是少於20% 另外就是很多行業 都是要跟內地的往來才更加重要 石藥集團後九個月 順利按年升兩乘三 賺超過43億人民幣 收入升百分之七 去到超過206億人民幣 當中乘約升近百分之七 維生素斯升一乘二 抗生素等升兩乘四 但功能食品跌百分之七點五 期內研發費用按年升一成 去到25億人民幣左右 研發緊的項目大約三百個 當中創新藥佔超過八十項 預計未來五年 有三十幾個創新藥和新營製劑產品 以及六十幾個仿製藥上市 可以支持高質量增長 公司亦會積極物色收購合作機會 加強產品管線 和充分利用銷售平台 恆生指數跌361點 報25285點 總成交991億 財經消息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來到二道章的環節 這一節繼續談談恆騰網絡136 看看今早算是高開到的 一乘四開步在一九毫三的位置 九點多左右都試過很急地抽上去 最高來說暫時早段已經見到高位 進漲到兩乘八那麼多 兩個一毫七的位置 其後稍微回信花波林的美市 又貼近日中的高位 繼續穩守兩元的大關 飆升到兩乘半那麼多 兩個一毫二的水平 這一隻大家熟知到 騰訊第一 減榜 第二就是恆大 最新都清倉 撕掉恆大 是否算是一件好事呢 我們請教嘉賓 身邊有黃智陽 Jackson Jackson 你好 Hello Iris 你好 這就是Hot Topic股 就是恆騰網絡 今次這一下 因為恆大出售所有恆騰持股 都一成八那麼多 坐價那裡每股是一個兩毫八 折氧幅度去到兩乘四 套現超過兩乘一 預期出了這單交易之後 就虧損到八十五億 買方方面一會再詳細說一下 就是李少宇 對於恆大系之後 這個恆大大家知道 最近都陷入財 擔心債務危機比較大 是 那估值反過來 是否可以調整呢 現在這一刻又反映了幾大 現在就擺明了 投資者都是鼓勵不到的 因為你說今天消息之前 就是 猜不到 猜不到恆大會真的會全部出售 OK 因為其實就之前那幾天 都你看到 是騰訊 就不斷地減持 那大家都擔心 就和恆大有關的公司 都繼續是受牽連的了 那我們 猜到的是 恆大會繼續出售資產的 真是猜不到 這個 那個騰訊 沽完之後 然後呢 恆大就決定 我們不要了 反而令投資者覺得 咦 難道是件好事 其實我今早都花了一段時間 在那裡想 到底第一 騰訊是否知道他們會沽 那他們就先沽定 然後背後摺回頭 到底摺這個人 李兆宇 有幾大關係呢 還有 第二天 現在騰訊還是股東來的 如果這個 恆大沒有關係之後 那其實會不會那間公司 有機會就是叫做 翻生 也都是繼續翻之前那個 那個業務 或者第二天不要叫做 行騰網絡 就是不要叫做 騰網絡 或者騰訊網絡 都幾好的 這個 這個消息 我覺得都有一些刺激 在那裡 我覺得 令投資者 有一定的衝勁 在那裡 我覺得所以今天 它那個反彈 其實是有道理在那裡 那當然整間公司 其實它 跟著下來的那些 所謂叫做 業務呢 都要好看它 現在 大部分都是想著 它跟那些影片 其實其他那些 會發展的了 如果真的 第二天給騰訊 或者是一些新主事人 繼續搞 那就不是說 好受這個 恆大的影響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衝勁 在那裡 那大家都覺得 是不是有一點點默契呢 就是騰訊 減榜 然後恆大之後 有息數 出售債 全部的持股 不過當然 騰訊 近來的動作多多 算是一連四日 就已經是減榜 今天不止去減完美 如果是我們數回 的話 累積的股數 都也是超過 3億2千萬股 作價就介乎1.59 至到1.96 就左右 套影來說 就去到超過5億幾 持股比例 就由23.9% 下降到兩成的樓上 19.7% 剛才我們當然在揣測 騰訊這一下 假不知是否後面 會不會有陸續動作 又數回貨 如果真的 我們就這樣排面上看 真的不玩那麼多 那就降回到兩成的樓下 那我們當 去計算它的價位的時候 它的含金量 會不會要打到折扣 這個就真的看下 最後其實整個計劃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騰訊 恆大 和這個新買家 照到你就沒有 在背後應該 大家都會聊聊天 大家都知道那個動作 當然很多時候這些交易 都不會說 知道發生什麼事 都是各有各的 但我直覺上 他們應該都是有個計劃 在那裏 將來這間公司可能會轉身 從恆大那裏脫離出來 就可能獨立一些 所以你說騰訊最近這個減設 當然騰訊減設一定是不好的消息 如果不是前幾天都不需要一路跌下去 但是現在有一個新的發展 就是到第二天這間公司是怎樣變身 這個李兆宇 還有接下來那個發展是怎樣 的確又有人憧憬 所以我覺得暫時不要說 就騰訊和含金量這件事 就這麼快打個折扣先 這個暫時看它第二天 這間公司它會怎樣發展 還有這個新主事人他們會怎樣做的 到其實才算過數的 其實我們對於李兆宇的認識 都是有些淺薄些 這次他就接受恆大拿著那些股份 外界就所知對於他的資料就有限些 至於恆騰若那個 我們數回再之前的話 他是做一些影業那些 今年就收購南瓜電影和這個如意影業 當時就引入了柯利明做一個鼓督 正正是董事長 拿著的比例都有40.36% 我們怎樣看待李生 當他是普通投資者還是怎樣 對於股價部署來說 今天都繼續創 超過一年的低位 前期平台區也可以 還是跌到很殘又可以這樣去理解 整個操作上覺得 何時才可以見底呢 如果出了這個消息 我覺得已經有機會見底了 你看到年初的時候 因為部分他們有關的影片 都收得很厲害的 你看到他們 我們今年初的時候 二月農業新年的時候 炒到16元 當時也是在炒某些概念 我覺得現在如果可以重回軌道 繼續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機會短期見底的 當然這間公司一定的營運要重回正軌 還有騰訊真的不是說不參與的 是要參與 還有那個計劃一定要做的 所以的確是有一定的憧憬在這裏 所以見到今天升得不錯 但是要等它 遲些計劃出來才知道 我覺得是有很大機會 近來底位已經見了 但我們還要捉一下 究竟他的大計怎樣行 那些企局不知道怎樣擺 不過就單看概念 剛才我們說到有 曾經那些新年時節 都有炒過這一批股份 但論業績上來看 比較差 回顧上半年來講 當時是賺轉虧 虧損超過24億 收入升到11倍左右 究竟股權變動 我們撇開一點點 入了南瓜系 南瓜註冊會員也有6千多萬 付費也有2千多萬 你覺得基本上 基本面有否穩陣呢 這些就好看 其實本身 因為大陸 裏面做短片 或者視頻 其實有很多公司 大部分都在市場 這個的確是 就算是騰訊 競爭很大 對 就算騰訊本身 騰訊視頻 他們拍了很多 他們現在暫時出來 都不是說要得 所以叫做那個回報是很好的 可以 但是當你那個資料庫 越來越豐富的時間 其實就算是Netflix 他開頭都是虧的 後來做一下 你發覺資料庫好的時候 就越來越多人會去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需要時間浸 最重要就是後面 第一 那些股東是有實力 第二 就是本身是 繼續持續這樣做 跟著 其實就慢慢可以建立出來 但是 剛才都說了太多公司 我都不敢說 哪間一定會跑出來 所以大家都要拭目見代 但是他很大機會 是可以 survive 到 有機會覺得他都選定見底 今天就從得位反彈 上去到大概 暫時都在升兩成六那麼多 挨近日中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守得住兩個一毫三的水平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到日節目時間 港股去到美市 就一直跌幅三百多點 今天都在說主軸方面 科技股 類似 港股暫時去到下方來說 50天線都有一定程度的支援 今早早低到280點 期後曾經跌幅 擴大到400點過外 做過25222點的水平 現在臨近美市 跌幅去到378點 做25270點的位置 分類指數普遍向下 公用指數升幅擴大 暫時進漲去到292點 總成交去到1045億多 後市的方向請教Jackson 這兩天算是回復 但是成交偏少 因為我們去到這個時候 都只有1000億鬆一點 算不算是可行呢 今次這一陣子 我們看到金融指數 即是外圍反映的中概股 都跌得挺多 連累我們這裏ATM那些 隨著說 陸續都放了成績表 是否懲礙議定 有沒有機會再上呢 我想今天市跌的幅度 比我預期高 有少少戒心 所以你說今天叫我馬上去搏 我就不是很敢搏 之前說了10月其實那個就叫做下來了 10月尾的時候下來了 現在11月頭其實開始反彈 本身的勢頭都不錯 尤其上個星期三開始反彈 你今天這樣跌下來 已經破10天線了 我都怕它繼續 通常一躍就開始走錯邊了 所以你看到這樣走 所以我看到今天都是要等一等 如果明天的市場做好些 才會追回頭 如果明天都是高開低收的話 那不好意思 市場就 你看到這麼弱都沒有辦法了 100天線 甚至乎你在這些 最近那幾個高位 挖車才下來 其實都還是一直壓著的 都代表其實港股這邊 其實那個氣氛始終都是不夠順心 我本身11月都幾期望 它有機會進一步反彈到 100天線流上 但是今天這樣跌跌 可能又要去騰騰騰騰 接著下個星期就開始 臨近月尾 市況也都未必是很有力度的 所以我想今天都是看看 如果明天低開 可以慢慢揚足上去 才撥回頭 撥回反彈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要觀察多些少的 如果我們從7月打後 恆之已經算是 近來當今期這個頂 四個頂位越退越下 兼且被一條100天線按住 好像有些捱打意味 本身你可能期望都高 若果真是我們當去12月的話 還有本身內地又說 可能減稅、降費那些舉措會加大 加起來就是會不會多少少說 所以說鬆手 即貨幣政策的紅利那裏 可否令到我們可以抽上去呢 貨幣政策那裏 其實現在都說是會偏鬆的 還有之前經常都說 年尾應該政策方面 開始慢慢鬆一點 它都繼續打壓不同的板塊 但你看到科技股份 很明顯就一過一年之後 其實開始鬆的 你見到市場近來都差 但科技股份相對地強很多 亦都是部分的反彈力度都不錯 雖然今天都跟跌 所以我都建議投資者 都可以留意科技股份 但市況始終我們連續 好像你說7月打後 其實市況一直下降 每一次的反彈都不是很厲害的 所以如果你說整個大勢網 其實近來就好像叫收窄了三位營 希望就是有個突破 當然這個我又不是想到 有些什麼特別的利好消息 就令到港股突然會爆上去 當然也都沒有特別的還消息爆下去 除非你說突然間12月宣佈 1月開關 通關 這些就叫做真的非常好的消息 但我相信就未必那麼容易 你見到林鄭今早那個對話 陳指思剛才都說很硬正 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是要觀望一下 寧願做個短線少許的部署 因為現在都有短線走單邊的跡象 如果你開始下降的話就等一會 如果明天低開高收 走楊竹是否薄它上去 有個挺好的反彈 好 繼續看定些 暫時行指跌幅去到383點 做25266點 看看還有港股 ATM那些點 騰診跌幅去到3% 阿里巴巴日中低位附近 暫時跌到6% 155.5的水平 今天最低155.3 都差得不遠 美團跌幅去到2.8% 恒生中國企業跌1.7% 營賦基金跌3.8% 6至10位 我們再看看 有隻小米跌跌3% 比亞迪彈4.2% 有邦偏遠跌幅去到0.5% 港交所靠穩 進進2.4% 行騰網絡 繼續貼近高端的位置 穩售2元的關口 進進去到2.6% 藍籌股 匯控的D.O.OK 靠穩度 輕輕升5.4% 公用股當中的煤氣 就彈回到接近0.7% 是時候聽你的電話 我們有盧小姐在裏 盧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支持好 你好 有甚麼幫到你 我買了一隻1086 1.32買的 買了幾個月 終於回到1.3樓上 今天一個月高位 曾經逼近1.4 盧小姐的部署應該怎樣擺好 我覺得繼續守著的 現在你看到兩天陽足上來 不是說很多特別利好的消息 但是近來都是谷消費 其他那些東西 我覺得這些股份 其實股值不高 現在年尾 或者是那個 都有機會可能會 駁它回轉上去 尤其是現在近來 那個走勢都挺漂亮 你看回之前都試過 炒到接近2元的位置 其實就好像一個多大的阻力 我覺得你一個三豪幾買 你不如駁它轉席上不上去 它現在都十倍撇衣留下 工業股或者這些股份 就不是說很便宜 但是至少它都可以保持到 那個業績在那裡 我覺得都可以駁一駁的 還有未來那個內地 都是要新增人口 都是保護小孩 對於其實就不需要花那麼多學 不需要補那麼多集 要多買一些玩具和衣服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 對一些小朋友股份 相關的股份應該都是利好的 我建議是繼續留著 除非短線上到2元 那時才再部署 看好政策應該會帶動到一些嬰兒產品 暫時進漲去到3% 另外還有鄭小姐在這裡 鄭小姐 哈囉 你好 鄭小姐 鄭小姐應該想問一隻中國宏橋 是嗎 1378 是 不要緊啦 我們當鄭小姐沒有貨的部署 應該怎樣擺 這隻就升回到2% 7.6毫半 不過是否不可以掉以輕心 低位上回來已經二天線有些阻力 我覺得這隻股份 其實就應該不是說很大問題 之前都跌了那麼久 我想跟那些女兒相關的股份 近來都跌得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就 如果剛才1.3毫升 幾千毫升 我忘記了7.2毫升 我們當它沒有貨 它脫了線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博一博它 博它上去接近高一點點的位置 所以我建議投資者 如果你說完全沒有貨的話 你不如就等一等 等它下回多一點點的時間 我建議你才是慢回頭的 例如可能是 你現在是7.6毫多 其實近期低位 剛剛好碰到7元 就開始反彈 你看一下站不站住 好 看看7元齊頭關口 行不行 暫時升到2% 7.6毫半 另外有些apps問題 就想問美團410元拿著了 那都等了很久 要不應該混貨 最近在阻力位附近 現在混貨 你這一處 300元折著 你就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科技股份是繼續反彈的 科技股份之中 騰訊我覺得穩陣一點 美團其實反彈的力度最夠 但是最近在香港切身都知道 Food Painter 這個油糾紛 就是做這些外賣平台 他們都有一定勞工的壓力 就是維護騎手權益 沒錯 但它又不只是做這個 所謂叫做外賣 它都有其他業務 我覺得它都是高速增長 和會處理得好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 現在這個時間混貨的話 你可能要定條指示線 可能定在270元附近的位置 甚至可能低一點 265元的位置 你可能這一處就要指示了它 410元那處 你也是打算混混它 這一處你駁它 看看會不會順道350元的位置 好 暫時美團跌到 去壓近3% 284元的水平 還有一個短訊的問題 羅小姐6.5元買了一隻奧元 指示還是混貨好呢 混貨我就害怕了 你怕它還沒跌好嗎 沒錯 因為內房其實現在真的很難看 除非你真的很少貨 你現在打算混貨 就接駁整個內房的位置 搞定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恆大在醞釀 就是它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搞定 你看到那些小的公司 就越來越 如果你分五級的話 那些五級的公司 即Grade 5的公司 已經開始慢慢破產 那你奧元那些可能是2級 或者2級 3級頭那些 那他們什麼時候會到它呢 你不知道的 我不是說一定會到它 但是這些公司 現在都在受壓力 你看到普遍都是 所以你很難 就看到什麼時候 看到底 除非恆大的事件 就得到解決的 所以我建議是 除非你很少貨 如果你想要2元附近 那些位置在溝溝溝溝 如果不是的話 我建議都是先等定些 等整個事件解決了之後 那整個版法 可能有一個新的景象 你才會再溝溝溝的 好 我們再跟進港股的情況 那就還沒跳定 那都是繼續20天線的流下的 那暫時來說 恆指方面 跌幅就去到367點 那首在25282點的水平 總成交都是1000億鬆少少 那是1089億的 謝謝Jason和我們分析了 我們再一會兒